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婚姻班主任 我是主持人梁昕 刘女士 也就是说 你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证明你丈夫出轨是吗 证据 女人的第六感还不够吗 她整天整夜地不回家 手机密码听一天话 还有那白身杀杀的口红印 这都怎么解释 你整天这样神经兮兮的 我敢回家吗 这以上的红印 是公司里的涂装影仪 我都跟你解释过一百遍了 我没有小三 这都是你的意想 志宇啊 嗯 这女主播梁昕 是不是你那个大学同学啊 是啊吧 哦 是我大学的小学妹 哦 真的假的 真的 哎 那你们两个 不会像偶像剧演的那样 在校园 纯纯地初恋吧 我看你这偶像就看多了 我们就是好朋友 他在大学里是他们戏的戏花 是很多男生心中的女神啊 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不过的学长 真的假的 我才不相信呢 嗯 什么时候介绍认识一下呗 我和我爸是他的超级大粉丝 对对对对 真的 太简单不过了 他平时呢也挺喜欢艺术的 有时间呢 我带他去你的花吧 真的 嗯 够意思够意思 廖先生 那我们来问一下你 你现在是否依然觉得你的爱人 在冤枉里 当然了 我问心无愧 那你为什么不敢发誓 我什么都没有做 干嘛要发这种莫名其妙的毒誓 你就是心里有鬼 两位都冷静一下 相信你们相恋到现在都已经十年了 两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很美好的事 我觉得 你们暂时应该先把各自的矛盾先放一放 各自说一件婚姻中最幸福的事吧 好吗 那么先同廖先生开始吧 我想不起来了 这语言 不过话也说回来 你也老大不想了 这次算是正式回来 也得赶紧找个女朋友啊 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了呢 那就领回来 让我们几位看看 帮你参谋参谋 你爸爸还等着抱孙子呢 对 振宇啊 你姑姑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不孝有三 无后可是最大的呀 这件事啊 不管怎么说 你要给我抓紧点 对呀 让爸爸感受一下 抱孙子的快乐 赶紧吧 好吧 这话题怎么突然转到我 他身上 赶紧不赶紧 振宇 我们跟你说正经的啊 我跟你姑父呢 你妈现在也闲着没事干 我们可以帮你带孩子啊 对 姑姑 你这进度也太快了 那你这也太慢了 你这也赚到了 超级大包裹 放包包包包 廖先生 相信你走上这个舞台 就是为了将这段婚姻 好好经营下去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很有可能 将会导致这段婚姻走向尽头 也许 这是最好的结果 你是说 这段婚姻走到尽头 是最好的结果 你什么意思呀 你要跟我离婚吗你 这可是你说的 你 刘女士 你不要急我 你先坐下好吗 还有你 你算老姐 你让她跟我离婚 你算老姐你 我跟我离婚 你怎么能让她跟我离婚呢 你又离婚了 你让我们俩离婚 把她稳住 把她稳住 你跟我就说 你回来 快女人 快女人 你这个快女人 冷静 你快女人 冷静 放开 你去把那个该死的实习生 给我找来 这是刘晓月的病例报告 她的心理缺失有问题 这张表格 你早就可以撕了 这还是给你吧 我怕 就这么点出息 你在其他公司的工作 我已经找人安排妥当了 这件事 一定要给我烂在肚子里 知道吗 没你什么事了 出去吧 还有 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 这两天真是倒霉透顶 看我节目遇上个精神不正常的嘉宾 跟顾正宇表白也被她当做开玩笑 也许我跟顾正宇之间 就真的只能做好朋友了 谁说的 爱情里是需要争取的 这种东西 也有手快手慢的 如果她的心在我这里 我还需要去争取吗 我听说 那个顾正宇身边有一个姓方的 他们俩关系好像还挺近的 别提她了 你这个人哪 我真搞不懂是怎么想的 你要是能把这份心啊 放在顾正宇身上 你们两个早就好了 放心吧 我会加油的 我知道说 我现在已经做了 我现在以为 university的 这是应该是时间啊 我感谢大家 我现在现在的心静 什么东西 我现在的心静 你一定会不会有不知的 我现在有一个那种东西 我现在在将你 上方的心理 我现在就阻止了 我现在在我干什么 我今天可以来 我现在是想到 我的心静 我怎么做 你这么做